警車鳴笛大響和一輛轎車上演追逐站 在二十八號凌晨兩點多 高雄遠近正在執行巡邏工作 不料一輛深射修旅車 看見遠近藍茶 不甩遠近加速逃逸 雙方一路橫跨左營 南自橋頭和岡山 過程中嫌犯還將警車板金撞凹 最終逃逸車輛開到一處死項 警方上前包圍破窗將人拖出 原來開車的男子正要送友人去醫院看病 認為自己被通緝才一時心虛想逃 警方一查通緝已經是兩年前的事 但車內也沒發現可疑物品 兩名嫌犯和一名原警 在破窗壓制過程都有受傷 送醫後並無大礙 至於男子真正拒檢逃逸原因 警方還要再進一步釐清